第一次世界大战 它的时间是从1914年的8月开打 打到1918年的11月 打到1918年的11月 历时四年零三个月 四年零三个月的一次大战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称为世界大战的战争 叫做战争的规模超出了一个州的范围 你看拿破仑战争 几乎整个欧洲都卷进去了 但它可以叫欧洲大战 它不能叫世界大战 那么一战不但在欧洲 另外在中东地区 它也有战斗发生 所以被称为世界大战 包括咱中国也参战了 我们还是战胜国 我们还是战胜国 我们出劳工了 我们还是战胜国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叫世界大战 参战的国家很多 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 要想把它捋清楚了 实际上非常简单 怎么简单呢 就是一个按数字表述 就是三二一 三二一 什么叫三二一呢 三就是三对矛盾 一战爆发的根源是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就是这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国家当中 这个就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矛盾重重 其中主要矛盾有三对 所以我们讲叫三对矛盾 三对矛盾 哪三对矛盾呢 它的这个第一我们还要讲 第一我们还要讲它的根源 根源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帝国主义的 政治经济 发展 不平衡 第一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发展不平衡规律 这一点是他们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 那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 那帝国主义的这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 这个造成的 这个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 这个什么叫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 这个咱们前面应该学过这么一个东西 那就是说那个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家大家学过吧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呢 这个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是谁跟谁 美国跟德国英法怎么样呢 就不行了 相对缓慢 而这个他经济发展越快 他越需要什么东西呢 原料市场 也就越需要殖民地 越需要海外殖民地 但是因为美国和德国作为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起之秀 他发展的比较晚 等他发展起来了 他需要殖民地的时候 他睁眼一看 这殖民地怎么样 没了 都让人家给怎么样 分光了 被谁给分光了 英法俄 这哥仨 英国 3350万平方公里 占地球陆地表面积的四分之一 还包括南极 包括南极 要跑掉南极呢 那就差不多世界的一半都是英国国旗 所以英国叫日不落地球 你想一个澳大利亚 一加拿大 这就多个 再加上南非什么好多地方 所以他号称日不落 法国是1800万 俄罗斯是2240万 等于这三国基本上这个陆地就 就没了嘛 那在中国还当时还1000多万呢 美国还900多万呢 你想想 等于这世界就没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造成的结果 就是说整个世界 全都被这个 这些老牌国家给怎么样 给占了 给占了 那么你后起的这些国家 越需要这个殖民地的国家 它越没有殖民地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 这叫政治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规律 能明白的意思吗 又出现了这么一个这个情况 那么这里边 谁更需要殖民地 德国 德国为什么更需要呢 他地儿小啊 美国他本土就比较辽阔 资源丰富 是吧 然后他的这个 就是说他这个环境好 资源丰富 国土又比较辽阔 另外呢 当时实际上讲这个 拉丁美洲 基本上就变成了 美国在经济上的 殖民地 是吧 所以你看尤其在中美洲 那些个香蕉共和国里面 是吧 这个 这国家农作物单一就种香蕉 所以外号叫香蕉共和国 是吧 你像中美洲那些个香蕉共和国 在那些国家里 最有势力的是 美国的联合国品公司 是吧 就美国的联合国品公司 让谁当总统 谁又当 他不让当 你当不上 是吧 就这个香蕉共和国 就就受这受受控于这个 所以美国他可以把 拉丁美洲 作为他的这个 后院 清销商品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弄走原料 他的对外扩张 跟老牌国家的矛盾 就不像德国那么 激化 那就不像德国那么激化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围绕着市场和殖民地 矛盾激化 那这个这个 形成三对矛盾 那 争夺这个目标 那争夺目标 那市场殖民地 那就是殖民地 殖民地 其实就是要市场 另外一个呢 就是霸权 一个是殖民地 再有一个就是霸权 所以呢 他们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他们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那么这些矛盾 这些个矛盾我们讲 主要是三对嘛 他这矛盾主要是三对 哪三对呢 第一对就是 法德矛盾 法国跟德国 这俩是这个 世仇 这个不共戴天 这个 这梁子是在什么时候就结下了呢 德国统一的时候 这个 这个 矛盾就就出现了 那因为德国统一 就是打败了谁啊 法国 那法国没事 去干涉人家 那不让人统一 结果你没那么大 没那个实力吧 你还 你还愣冲着这这大尾巴狼 是吧 结果人一上去 冰邦五四给你揍了一个 惨败 是吧 拿破仑三世皇帝 麦克马洪元帅 十多万士兵 三十九个将军 色当中一战 全都当了 俘虏 所以战败 割地 赔款 第二帝国都被 推翻了 是吧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 那么这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 要承担第二帝国战败的这个 责任割地赔款 阿尔萨斯洛林割出去 五十亿法郎赔出去 是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 法国是怀着深仇大恨 是吧 我一定要报仇 我一定要报仇 怀着这种深仇大恨 那么德国呢 就一定要 不能让法国 报仇 一定不能让法国东山再起 争取把它给 给给给给 永远趴着 永远趴着 但是呢 这个实际上就说 法国虽然在这个普法战争之后 战败 割地赔款 但是呢 对于他的这个元气啊 并没有那种巨大的打击 他不像中国甲午战争那一线元气大伤 再也恢复不上来了 那因为法国他在欧洲割地给德国 他失之欧洲 取之亚洲 非洲 他占有广阔的海外 在殖民地 能够弥补这个普法战争失败 给他带来的这个损失 那你像这个亚洲 月老减三国 都是他的殖民地 非洲 法国在非洲 占的殖民地比英国都多 那如果说这个 拉丁美洲 是美国的后院的话 那今天这个 非洲 就是法国的后院 法国今天在非洲的影响 是最大的 那是最大的 他今天在非洲 他有驻军的 你想想 他有驻军的 至少今天 他对于非洲影响都很大 是吧 所以这个 这样一来的结果呢 就是说 法国没有大伤元气 是吧 德国强大得来 法国要报仇 所以德国就不要让 不能让法国报仇 双方争夺的焦点 其实说穿了 就是谁当欧洲大陆的什么呀 老大 谁当欧洲大陆的霸主 所以双方争夺的焦点 就是欧陆霸权 双方争夺的焦点 就是欧陆霸权 是吧 双方争夺的焦点 法德双方争夺的焦点 就是欧陆霸权 然后呢 再有第二个呢 就是俄澳矛盾 是吧 俄澳矛盾 是吧 澳指的是 澳兄帝国 不是今天的这个 澳弟弟 是吧 是澳兄帝国 那么这个 俄澳矛盾 双方争夺的焦点 就是 巴尔干半岛 双方争夺的焦点呢 就是巴尔干半岛 巴尔干半岛 大家知道吧 知道吧 这个巴尔干半岛的主体民族 应该是什么人呢 那个 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 这个斯拉夫人分成这个 南斯拉夫 西斯拉夫和东斯拉夫 没有这个北斯拉夫 东斯拉夫就是俄罗斯 西斯拉夫就是波兰和捷克 是吧 然后剩下的都叫南斯拉夫 什么塞尔维亚 主要主体民族就是塞尔维亚 是吧 保加利亚 什么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 波斯尼亚 这些民族都被称为南斯拉夫 历史上不还有这么一个国家吗 叫南斯拉夫联盟 是吧 他就成立了这些国家 他们跟俄罗斯人一样 是吧 都使用这个 西里尔字母 信奉这个 东正教 信奉东正教 是吧 一般你看他们名字都是斯基 诺夫 维奇 全都是这 男的就是诺夫 女的就是诺娃 是吧 斯基 诺夫 维奇 全都是干这个的 是吧 所以俄罗斯就以自己是 斯拉夫民族的保护者 或者叫斯拉夫民族的解放者 自居 是吧 他就想控制这个巴尔干半岛 咱们都信奉东正教 咱们都是诺夫 所以咱们应该是一家人 咱们是一家人 咱应该这个控制这个 想控制巴尔干半岛 而当时的奥匈帝国 也在向巴尔干半岛 扩张 那像今天的这个斯洛文尼亚 这个像今天的克罗地亚 像这个波斯尼亚 当时都已经被这个 奥匈帝国吞并了 成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了 都被奥匈帝国吞并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俄奥矛盾围绕着这个巴尔干半岛问题 矛盾很尖锐 最后这个就是应得矛盾 应得矛盾 这个应得矛盾成为了这个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最主要的矛盾 那么应得矛盾是围绕着什么东西展开的呢 围绕着什么东西展开的呢 那就是殖民霸权 和海上霸权 殖民霸权和海上霸权 围绕着这两点展开 大英帝国啊 称霸世界三百年 它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 它最主要的依靠的力量就是殖民地跟海军 和海军 所以这两点对于英国来讲 就是他他的禁区 他绝对不能碰触的两点 谁要碰个这碰个英国的这个东西 他跟着玩命 拼出老命来 他得跟你死磕 他得跟你死磕 所以这个殖民霸权 这个德国的这个外外交大臣 这个在议会演讲 他公开就这么说 他说让英国人拥有海洋 法国人拥有陆地 德国人只在梦中拥有天空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也要阳光下的地盘 他说完这句话 我们也要阳光下的地盘 谁最不高兴 你要阳光下的地盘 你跟谁要 你只能跟我要 我地盘最多 你跟我要 好 你威胁到了我的殖民霸权 你想抢占我的 抢我的殖民地 在这个非洲 在中东 英国跟德国 抢占殖民地 矛盾非常尖锐 非常尖锐 在修铁路的问题上 开矿的问题上 抢占殖民地的问题上 都非常尖锐 德国想修一条 从柏林到巴格达的 国际铁路 想修一条 那么铁路要一修过来的话 你联系咱中国历史 你能明白 这铁路一修过来 就相当于 他的什么就过来了 就侵略势力 他的控制势力 就达到了 所以这个什么 他想要殖民霸权 海上霸权 海上霸权 德国因为当时的工业 生产水平 已经超过了英国 德国在1913年 就是这个一战爆发前一年 它的钢产量 每年的钢产量达到了668万吨 英国只有495万吨 只有495万吨 所以钢产量 德国超过了英国 德国也比英国有钱 所以德国就下令 就下令 就是说呢 我一定要造一支世界超强的大海军 我要跟这个英国人在海上 怎么着怎么着 我比划比划 当时这个德国就开足了玛丽 造这个大海军 如果德国这个企图得逞的话 英国的优势就怎么样 不存在了 我们大家 那个 你现在啊 就是说你琢磨哈 你能够想象啊 海军 完全是一个国家 大工业实力的缩影 对吧 海军是最费钱的 比如说我们说陆军 一杆枪多少钱 几十块钱 对吧 几十美元啊 人民币都拿不下来 几百块钱都能拿下来了吧 一杆枪 对吧 一辆坦克多少钱 是吧 百万美元打住了吧 是吧 一架飞机多少钱 几千万 打住了吧 一艘军舰多少钱 是吧 那怎么着 几亿是吧 几十亿 对吧 几十亿 是吧 你拿杆枪你是什么 你指挥一杆步枪你是什么 你是个兵吧 对吧 你列兵都能指挥一杆枪 是吧 你开一架飞机 中尉上尉就可以了吧 你指挥一艘军舰 怎么着 那是中校上校吧 是吧 你像那驱逐舰 那一艘驱逐舰 那怎么着 就正团级编制吧 你这是上校 对吧 所以这个海军是大工业的缩影 这个 当时的海军一艘主力舰 可以装备四个陆军师 可以装备四个师的陆军 所以德国开足了马力 造这个主力舰 他这一造 英国人就急了 当时的英国的海军大臣 就是丘吉尔嘛 二战的英国首相 他公开就在这 就是惊呼 说拥有世界上最强大陆军的国家 正在谋求拥有最强大的海军 英国不能无动于衷 英国政府一看 你造我也造 我也造 而且英国政府国会拨款 你造一艘 我造两艘 你造一艘 我造两艘 英国为什么能这么干呢 因为英国不需要保持什么军队 陆军 他的陆军只要能够镇压殖民地的叛乱就可以了 我只要有一支大海军 我把住了英吉利海峡 你过不来 没法在我这登陆 你就不可能战胜了 英国两次战争挺过来 都是靠着他的什么呀 海军嘛 海峡嘛 海军嘛 你今天就完蛋了 导弹就过去了 一样给你倒霉了 现在海峡还有屁用 那会儿海峡绝对是天险 那皇甲海军要控制了海峡 你是过不来的 岛国是很安全的 那所以英国也玩命造海军 双方那个造天竞赛就出来了 但是 其实有一点 海军是要花钱 那海军是要花钱 那是要造这个这个这个 大海军 但是有一点在哪呢 有一点很重要的东西在哪呢 就是说 这个 海军要想强大 更关键的是 要有这个海军的传统 你这个国家如果没有海军的传统 盲目发展大海军 你船能造出来 你首先你海军的战略不清晰 你造一支海军你干什么 其次 你的这个 咱们比如说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在座的各位 包括我 咱们没有一个人能当海军的 是吧 没有一个人 那如果你坐船 从南沙群岛 从这个海南岛到这个西沙群岛 你如履平地 该吃吃该睡睡 你具备当水兵的素质 是吧 你说我从那到这个 然后我 我把肠都吐出来了 那您 您还是还是在陆地上待着吧 你说我坐过船 我不晕呢 是从大连到秦皇岛 我也不晕 对吧 从大连到秦皇岛 从大连到天晴 那我也不晕 是吧 我也不晕 您在那个 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什么 什么黄海浪高 一点五米 您跟那地方 您坐一个 是吧 您坐一个 您不晕 那您能当海军 英国可是 对吧 有这优良传统吧 对吧 人家从这个 这个国王到老百姓 人人都是合格的水手 对吧 所以你看那个 英国的这个国王 他一般在 就是正式场合 他穿的都是海军元帅的制服 是吧 他不穿陆军制服 也不穿空军制服 他穿的是海军制服 海军元帅 他穿这个制服 是吧 包括今天的这个 英国女王的丈夫 这应该叫什么呢 不知道 男的叫王后 这女的应该叫王什么呢 不不不不 也是王后 是吧 今天的英国王后 是吧 你看他就是海军元帅 爱丁堡公爵 就是海军元帅 是吧 他跟女王结婚的时候是上位 然后当个女王丈夫 就变成元帅了 是吧 海军元帅 是吧 这种荣誉偷衔的 所以英国有传统 德国可没这传统 德国 都是干嘛的 这陆军歧视嘛 歧视嘛 所以你要发展大海军 你要保持一支 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你还要保持一支 欧洲最强大的陆军 等于这对于德国来讲 是 很难的 是不讨好的 而且你要保持一支大海军 你最关键的就是把 你最不该得罪的人 给怎么样 给得罪了 你把你这个最不该得罪的人 你给得罪了 那实际上就等于是 你说你光跟法国有仇 英国跟法国的仇也大了 你说你跟俄国有仇 英国跟俄国的仇不比你小 你现在把谁给得罪了 把英国给得罪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这就很不明智 那很不明智 于是 由于这三对矛盾 由于这三对矛盾 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就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 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 三对矛盾 然后两大集团 这两大军事集团 指的是哪两大集团呢 第一个就是 同盟国 很好 同盟国指的是 德国 奥匈帝国 和意大利 意大利 82年 1882年 就是这个大清光绪七年 这个同盟国就已经形成了 那么跟同盟国相对的就是协约国 协约国的形成非常曲折 非常曲折 不像那个三国同盟这么顺利 首先 是1892年的法俄协约 1892年的法俄协约 这两个国家 这个组成了这个协约 因为这个德奥义三国同盟 就是对付谁的呢 你看德国跟谁有仇啊 法国 法国当时啊 就说这个一开始 第一他首相跟谁有仇啊 他跟谁仇最大的 或者说 法国 奥匈跟谁有仇啊 俄国 所以你这三国同盟 明显就是针对着 法俄两国的 法俄两国 原来呀 这个匹斯迈做首相的时候啊 匹斯迈一门心思的是想建立 这个德奥俄三皇同盟 德奥 德奥俄三皇同盟 他一门心思想建立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同盟 这三个国家可以讲 在欧洲君主制国家里边是 最保守的这三国 他想建立这么个同盟 而且他一开始搞得也不错 搞得也不错 结果呢 这个 由于这个奥匈跟俄国的关系的这种啊 这种这种恶化 那么德国显然会站在哪一边 奥匈一边 因为他们都是德语国家嘛 都属于德意志民族嘛 他显然要站在这个奥匈一边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威廉二世皇帝 罢免了匹斯迈首相之后 他就调整了他的这个政策 那等于这匹斯迈苦心经营的三皇同盟 就破产了 而法国可以讲 在当时的欧洲的国家的当中 他的政治制度应该说是最民主的 对吧 他是欧洲 唯一实行共和制的国家 当然还有瑞士 还有瑞士 除了法国和瑞士 其他国家都是君主制 都是君主制 所以法国 他的这个 建立了这个 你等于把这个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和欧洲最反动的国家 把这两国给拉到一块去了 那原来在这个俄国呀 这个法国的国家 马赛曲都是禁止放的 因为马赛曲鼓励成民弑军嘛 那都是禁止放的啊 结果现在的话 这个每一次当那个 就当那个法国总统啊 什么的去去俄罗斯访问 都是高揍马赛曲嘛 等于你把这个 这两国给给给给传回到一块去了 那所以法俄协约 法俄协约 法俄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跟这个德奥业竞争 不足以跟德奥业竞争 于是呢 他们千方百计的要拉上 谁呢 英国 因此在1904年 英法协约了 法国在从中给撮合了一下 1907年 英俄协约 这样标志着英法俄三国协约最终形成 英法俄三国协约最终形成 那么大家看到了啊 大家看到了 是吧 这个协约国的最终形成是在1907年 三国同盟的形成是在1882年 这个也就是说的这个协约国比同盟国晚了多少年 25年 这是为什么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协约国比同盟国的这个形成晚了25年 这特别关键的是跟谁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有关呢 英国 英国 英国一直奉行 英国一直奉行这样的外交政策 大陆军事光荣孤立 什么叫光荣孤立呢 就是我不跟欧洲大陆上任何国家 结盟 我孤立 我孤立 能明白这意思吗 你们欧洲大陆打仗 打成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我没关系 对吧 我不管 你们欧洲的事我不管 我不掺和 我不掺和 所以这叫光荣孤立 大陆军事什么意思呢 我希望欧洲大陆上的国家 这个这之间形成一种什么 军事 就谁也不能比谁怎么样 强 谁也不能比谁强 形成这么一种这个军事 形成这么一种军事 这个叫这个大陆军事 所以 所以英国的这个外交政策 我给他概括了一下 他永远联合欧洲大陆的老二 反对欧洲大陆的老大 用英国的这个首相 前首相帕莫斯顿 发动鸦片战争的时候 这老家伙是英国的外交大臣 后来两度出任英国首相 帕莫斯顿有一句名言 说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 其实这是外交的这个治理名言 所以英国说的好 我们没有永远的敌人 没有永远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和敌人是可以换地 但我们什么不能变 利益不能变 他的朋友是谁呢 他的敌人是谁呢 谁在欧洲大陆上刀老大 谁就是我的敌人 剩下的都是我的朋友 能明白这意思吗 都是我的朋友 所以远了不提 拿破仑战争 这咱学过吧 这咱选修咱学过拿破仑战争 七次反法同盟都是谁组织的 全是英国组织的 对吧 全是英国组织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法国对是欧洲大陆的老大 对英国构成了什么呀 威胁 所以英国组织俄澳普西这些国家 这个欧洲大陆的23456 哪知狗嘎K 全都拉上 哪知全都拉上 千方百计要把这个拿破仑给怎么样 给拍下去 把法国拍下去 成功没成功 成功了 一下就成功了 那法国完蛋了 法国下去了 那法国下去了 谁上来了 在欧洲大陆谁上来了 俄国 对吧 俄国 拿破仑就因为打哪 他倒了血没 俄国 所以俄国挂起来了 俄国沙皇以巴黎的解放者自居 最先进入巴黎的联军就是俄国哥萨克吉兵 所以俄国沙皇以解放者自居 我是欧洲大陆的解放者 然后战后的维也纳体系上 俄国要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然后组织什么神圣同盟 镇压欧洲的革命 他以欧洲的宪兵 什么这个自居 英国看着很不爽 是吧 很不爽 你居然 你要干嘛你 是吧 你居然在欧洲大陆称王称霸 是吧 然后你对其他国家构成了优势 很不满 于是 英俄之间爆发了什么战争 真棒 克里米亚战争 咱讲的改革 1861年改革 对吧 克里米亚战争 英国跟谁联合打俄国 西日的敌人 俄国可是他西日的什么 盟友 对吧 联合敌人 把盟友给拍下了 对不对 把盟友拍下 你看 就是敌人和朋友 可以随时变嘛 啪一下 俄国下去了 俄国一下去 不幸的是谁又起来了 法国又起来了 对吧 那欧洲大陆不就是 当时就这两大 两大 主要就这两大强国嘛 德意志和意大利四分五裂 就这两大强国 所以俄国一下去 又就是法国了 法国又起来了 特别是到第二帝国时期 是吧 拿破仑三世 虽然没有他大爷的 这个雄才大类 但是野心一点 不比他大爷小 是吧 一门心思要恢复 拿破仑帝国的光荣 整天干这干涉着 远征那 远征那 还远征美中呢 还远征墨西哥呢 还扶植这个 一个德意志诸侯 当墨西哥皇帝 还干这事呢 英国看着很不爽 是吧 英国看着很不爽 我找机会 得教训教训法国 没等英国出手 谁出手了 德国出手了 对吧 快点给法国猜去了 德国出手了 德国统一了 法国这么惨 你想英国应该是什么态度啊 太好了 德国太可爱了 是吧 这都又 这等于欧洲大陆 又多了一个什么呀 一个愣头青嘛 是吧 而且特别是德国 是一个愣头青嘛 号称问题儿童 欧洲的问题儿童 是吧 老了惹四邻 是吧 所以他再一起来 英国很高兴 乐观其成 是吧 法德俄 哦 意大利 意大利也统一了 意大利 意大利虽然差点吧 穷光弹帝国主义 他虽然差点 是吧 他虽然差点 但是反正你搅和到一块去了 搅和到一块去了 这几大国搅和到一块 英国过了一段 特别美好的日子 是吧 不会有人再对大英帝国构成 威胁了 所以我一门心思的 海外扩张 构建我的日不落帝国 结果在他构建日不落帝国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跟 法国 以及俄国的矛盾 激化 英国构建日不落帝国 他主要就往哪两个州扩张 美还怎么扩张 一个是亚洲 一个是非洲 他往这两个州扩张 你往非洲扩张 就跟谁撞上了 就跟法国撞上了 对吧 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后 意识到欧洲不是我玩的地方 于是我去非洲玩 对吧 他强占殖民地 跟英国的矛盾就怎么样 激化了吧 激化了 两国为了争北非 差一点 两国打起来 英法差点宣战 打起来 法国总统都颁布总中原令了 这个这个这个 多少岁到多少岁的 一龄男子 要参军打仗 准备打仗了 差一点打起来 为了非洲 跟法国的矛盾计划 你要在亚洲扩张 必然跟谁的矛盾计划 俄国 跟俄国 对吧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也意识到了 欧洲不适合我玩 于是我上哪玩去呢 亚洲 尤其跟谁玩呢 跟中国 中国好玩 对吧 中国好玩 爱辉条约 北京条约 伊犁条约 什么中俄 堪分 西北纪约纪 冰邦五四 中国将近两百平公里 就哗进去了 然后他想占中国的新疆 想占中国的西藏 跟英国就怎么样 就撞上了 跟英国的这个这个 矛盾就激化了 所以本来英国跟法国 俄国的矛盾很大 中国是非常有力的 结果德国的傻皇上 威廉二世 志大才输 一上台 强占殖民地 发展海军 一下跟英国的矛盾 激化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英国人现在看到了 我的政策错了 我得调整 法国跟俄国 就想分我点钱 德国他想要我的命 所以我还是得跟谁好啊 法俄好 来对付谁啊 德国 是英国主动调整自己的 外交政策 看来德国 这不是个溜子 是吧 我得 我得把德国也摁下去 我把德国摁下去 于是 1903年 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 访问这个 巴黎 是吧 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 是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嘛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多年 驾崩的时候都八十多了 所以这老国王登基的时候就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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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是 黄太子登基的就奔六十了 是吧 登基的时候就奔六十了 因为他 他妈老不死 你也不能盼呢 老不死 他妈死的八十多了 他六十多 快六十了 五罗 快快六十了登基 登基 这时候也六十多岁的人了 要去法国访问 结果他出发之前 首相就跟他讲 说这个陛下您到了巴黎啊 要做好遭到法国人不友好对待的这种心理准备 然后国王就问了 老国王就问 说你觉得这个法国人啊 他怎么不友好对待我 他会对我怎么样啊 然后说也许有人会冲您吐吐吗 也许有人会冲您吐吐吗 然后这个国王就就问了 说这个吐吗 要是吐到我身上 就是吐到我脸上吧 吐到我身上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首相说呢 我建议您啊 把兔沫擦掉 然后向吐兔沫的人微笑 是吧 国王说不 我让兔沫在我脸上被风吹干 然后我向兔兔沫的人微笑 是吧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唾面自干 听说这事吧 听说这成语吗 唾面自干 他吐到我脸上就不希望我擦 那我就不擦 我冲他微笑 我冲他微笑 你想他还好意思再吐一口吗 是吧 当然你要遇上那人 那再吐一口 是吧 他说我这样 那我这样 那我这样 你看怎么 哎呀 首相感动的都快哭了 你看咱们国王多了不起啊 于是国王就到了 法国巴黎访问 马车从大街上一过 是吧 这法国人 打倒暴军 滚回去 英国的英法是世仇啊 光百年战争就打了两回 是吧 这个贞德那是第一回 拿破仑这是第二回 从路易十四时代 一直打到拿破仑 光百年战争就打了两回 是吧 所以他是世仇嘛 英法愁大了 那今天你看 你要跟法国人说英语 你死定了 对吧 你死定了 那他绝对不会跟你说英语的 你到法国大街上问路 你还不是说中文的 对吧 你要会法语是没问题 你会法语没问题 你要不会法语 你千万别跟法国人交谈 你还不是说英语 说中文的 对吧 说中文 你说英语完蛋了 你说英语你死定了 对吧 你死定了 所以这个这个 法国人是绝对不会说英语的 高傲极了 尤其看不起英国人 看不起英国人 说这个在哪 在那个 就以前欧盟开了一个什么会 法国的一个部长 用英语发言 结果希拉克总统和那个总理 来退场抗议 是吧 你法国部长 你怎么讲英语 你要脸吗 挂脸 我估计这部长回国就免了 弄不好就得 是吧 很厉害的 那不像咱们这 英语是第二国语 是吧 几乎相当于国语了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 法国的这个 人 就喊 英国人给我滚回去 滚回去 然后高奏马赛曲 马赛曲不就杀国王的曲子吗 高奏马赛曲 结果这个 这个英国国王一听到这个马赛曲 甭管在什么场合 一听到 立正脱帽 穿军装的时候敬礼 穿便装的时候脱帽 把帽子放在胸前 鞠躬 哇 法国人傻了 这国王怎么这样 是吧 走一道 法国人拿鸡蛋西红柿 就招呼这个国王 国王回到 回到王宫的马车 刮下来 番茄炒蛋 能炒一锅 招呼他 招呼他 这西红柿酱 鸡蛋酱 回去坐这炒 鸡蛋酱 能炒一锅 结果国王听到马赛曲 鞠躬致敬 鞠躬致敬 等国王十天后离开巴黎的时候 法国人在街两边 自发的欢松 没人组织 那些国家没人组织 组织也没人去 不像我小时候被迫拿个缩稻花 欢迎欢迎 热烈 人家从中干热的 是吧 我小时候拿个缩稻花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动的哒哒哒哒哒的 人家不用 人家你组织也没人去 人家都是自发的 再接两边 再接两边 英法友谊万岁 国王陛下万岁 这是七月王朝被推翻以来 在法国第一次喊起 国王陛下万岁 国王陛下万岁 然后来年 英法就协约了 英法就协约了 然后法国就从中给 签了个线 撮合一下 跟爱德华七世国王讲 您跟俄国也协个约吧 俄国也还不错 俄国皇上不也是你外甥吗 因为俄国的沙皇和 德国的皇帝 都是英国国王的外甥 都是英国国王的外甥 因为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的公主 嫁到欧洲各国的宫廷 生下来的孩子全都是这个 维多利亚女王号称是 欧洲老祖母 嫁到各国宫廷 二战以前欧洲王室 是不跟平民通婚的 所以他都是王室之间互相通婚 我的王子娶你的公主 最起码你得是个贵族 最起码你得是个贵族 就是说 现在老 我不知道 老有人讲说 戴安娜是英国第一位平民王妃 不对 戴安娜他们家是伯爵 他再破络 他也是贵族 他不能跟平民通婚 可能跟平民通婚就六十年代以后 才开始欧洲王室 才开始跟平民通婚 所以欧洲王室之间全是什么 亲戚 全是亲戚 都是这么一种关系 都是这么一种关系 对对对 所以 英俄就怎么样 邪了约了 英俄就邪了约了 等于我们看到 这就是谁在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英国 英国一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这个三国同盟 三国协约正式成立 这两波 哪波也不是擅长 哪波也不是擅长 所以这协约一成立 这战争就要怎么呀 打起来了 因此 第三 一次大战 咱们说这东西怎么计 三二一 三对矛盾 两大集团 一次大战 倒火线 撒拉热窝事件 撒拉热窝事件 奥匈帝国的黄储 菲迪南大公 在这个撒拉热窝 遇刺 他为什么遇刺呢 对 这个撒拉热窝呢 是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纳的首辅 就是波黑的首辅 这个波黑呢 被这个奥匈帝国给吞并了 巴尔干半岛吧 他被奥匈帝国吞并了 但是这个波黑的居民 主要是塞尔维亚人 主要是塞尔维亚人 所以这个塞尔维亚人呢 就希望这个波黑能够并入塞尔维亚 能够并入塞尔维亚 当时这个独立的王国 就后来的南撒拉夫王国的前身 他希望跟塞尔维亚合并 而塞尔维亚被波黑吞并了 所以这个塞尔维亚人对这个塞尔维亚被奥匈吞并就非常不满 能明白的意思吗 能明白吗 结果这个波黑被吞并了 培迪南大公 培迪南大公来这视察 来这视察之后呢 他又在这个波黑进行了一场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的挑衅性军事演习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比如说咱们中国新疆 下举个例子 中国新疆被俄罗斯吞并了 然后俄罗斯在新疆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 你说你能忍得到这口气吗 所以几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 就把培迪南给暗杀了 把培迪南大公和他的夫人就给暗杀了 其实他那个汽车开出来之后 有人给他扔炸弹 光给他扔炸弹 这个炸弹 他那会儿的汽车是敞篷车 扔到那棚子上一滚 落到边上炸了 炸死别人了 没炸死培迪南 如果是这个时候 你赶紧把车开回去 咱赶紧回到市政厅 回来咱躲起来 这事也就完了 结果培迪南大公非要显示自己够爷们 我这一辈子光录 我打死五千多头 我是一个好猎手 你拿个破炸弹 你吓唬我 爷不怕 接着往前开 接着往前开 开到一个桥上拐弯的时候 车速就慢下来了 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冲上去 砰砰砰 开了三枪 第一枪 就把大公夫妇全都击毙了 一枪穿过大公的脖子 打到大公的夫人肚子里下了 然后又开了两枪 连陪同的那个什么将军也给打死了 然后这个哥们特逗 这个凶手十九岁 叫普林西普 十九岁 特别逗 他一看大公夫妇都中个枪 然后他扣扳机自杀 啪 卡壳了 打大公都没事 开打字文 卡壳 卡壳了 然后把毒药往嘴里塞 跳到河里 毒药失效 河水太浅 这根 贝尔局 是吧 贝尔局 手枪卡壳 毒药失效 河水太浅 河水倒腰 倒腰 然后给捞上来 捞上来 最后审判 绞死了 判绞刑 判绞刑 人家哥们太神了 这是世界历史最神的一件事 最神的一个 三招都没死成 最后绞死了 贝尼南 贝尼南大公一死 消息传到了维也纳 哈布斯堡 王室 当时的奥匈帝国的皇帝 弗兰茨一世 一下就急了 老皇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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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噜过去了 就急了 为什么他急了呢 看过C.C.公主 弗兰茨一世 就是C.C.公主的 老公 老公 那个时候84岁了 84岁了 C.C.公主是 189几年 就是 62岁的时候 在瑞士 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暗杀 实际上 这个 皇帝跟皇后的关系 并不好 皇后是在农场长大的 虽然他们家是公爵 她是在农场长大的 过贯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你看那C.C.公主的电影 也能看得出来 皇帝是在宫廷当中长大的 繁文绕节 皇上从登基 到他驾崩 一辈子穿军装 从来就没脱过军装 那种很严谨 一板一眼很板的那种人 所以夫妇俩 关系并不好 并不好 然后皇后经常不在宫廷 满欧洲旅行 走到瑞士 被暗杀了 那个吴郑瑞 为什么暗杀皇后呢 皇后就是伊丽莎白 她叫伊丽莎白皇后 为什么暗杀她呢 也不一定非得杀她 我只要随便杀个贵妇就成 赶了她 因为她自己六弯 不带随从 上去扎两刀 就捅死了 皇后死了 结果他们俩的独生儿子 鲁道夫王储 皇位继承人嘛 鲁道夫大公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失恋 自杀了 在这个森林里狩猎小屋 跟她的情人 俩人自杀了 你说这个 你说这外国皇上多有意思 您当了皇上 你想练谁 你练不上 对吧 结果这个得好 自杀了 他这一自杀 得 怎么办呢 俩人没孩子了 再没孩子了 怎么办呢 就让他弟弟的孩子 这个培迪南大公 培迪南大公 来做他的皇储 但是呢 这个皇帝并不喜欢这个皇储 觉得他不务正业 没什么本事 整天就来打猎 不但这样的话呢 这个皇储呢 坚持娶宫女 就是这个索菲亚女大公 这女大公后来是疯的 一开始他就是一个伯爵 反而坚持娶宫女 做这个王妃 这跟这个维也纳宫廷的理质 是绝对是不允许的 咱们讲啊 你只能王室之间通婚啊 你娶宫女还了得了 你还不是娶宝母呢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老皇帝是坚决不同意 这个继承人又非常坚决要娶 最后老皇帝被迫妥协 但是老皇帝妥协之后呢 就他这有条件的 比如说你的这个王妃 就这个索菲亚 在维也纳宫廷当中 休想得到任何礼遇 就没人拿他当个等 大家看他仍然是什么 宫女 你们结婚没人出席 没人出席的宴会 比如说你一进来 大公殿下道 他进来没人礼 没人喊 大公非殿下道 没人喊他 没人喊他头衔 所以那个 斐尼兰也觉得 我很对不起 我的夫人 她在维也纳宫廷备受礼遇 备受冷淡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怎么办呢 我带他到外地 显微显微吧 外地反正没这么多 繁文入节 就带到剥黑显微 两口都送了命了 都送了命了 好 这个 弗兰茨皇帝一生 见到了太多的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对吧 皇后被暗杀了 儿子自杀了 侄子又被暗杀了 见了太多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老皇上都八十几了 你先啊 老皇上有点受不了这刺激了 就说这事 甭查就知道塞尔维亚干的 肯定是塞尔维亚干的 那凶手也逮着了 那凶手也逮着塞尔维亚人嘛 你干的 所以怎么办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就怂恿奥兄 开战开战开战 这个机会千载难得 难逢啊 千载难逢 咱好不容易赶上一几个能打仗 赶紧开战 打 所以老皇一听 是吗 是吧 我们日耳曼兄弟给我撑腰 让我打 好 我宣战 我宣战 这个萨拉若窩街头三声枪响 世界战爆发了 这个奥兄弟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是吧 你敢杀我皇储 我跟你没完 我宣战 他一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罗斯就不干了 你敢打我们斯拉夫哥们 我们都是诺乎 是吧 还有司机 还有围棋 是吧 我们全都是司机 诺乎围棋 你敢打他 就是打我 于是俄罗斯向奥兄帝国宣战 向奥兄帝国宣战 俄罗斯一向奥兄宣战 德国就不干了 你敢打我日耳曼哥们 就是打我 你赶紧取消宣战 俄罗斯不取消 好 德国向俄罗斯宣战 德国一向俄罗斯宣战 法国就不干了 我跟俄罗斯是哥们 我们俩是协约国 你敢向他宣战 我向你们俩宣战 法国向德澳宣战 这个时候 英国本来还想观望一下 欧洲大陆打起来了 这哥四个打 我是不是能够观望一下 再说欧洲大陆上打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陆军才这么点人 只能对付殖民地的暴乱 我真拿到欧洲大陆去 人家一打仗都一百多个师上 我就四个师 我去献什么眼睛 本来还想 想渗一渗 没想到 德国进攻了中立的小国 比利时 一会咱们会讲他为什么打比利时 他一打比利时 英国不干了 比利时国王是我舅舅 是我舅舅 你打比利时 你这不就打我吗 实际上当时的英国国王是乔治武士 乔治武士 跟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跟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 都是表兄弟 比利时国王是他们仨人的舅舅 等于这几个外甥打仗 拿舅舅说话 你打我舅舅就是打我 就是打我 于是英国也宣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